大家好 这里是阿世的前部长上班 那我们今天就来继续爱说不说吧 那首先呢 进来之后 就是上次 在那边讲先生长活着吗 哎 还活着 好 这是长官的样子 交代你一件事 礼貌回应 等一下四点有个线上会议 是傅斯波负责的案子 他今天请教你代替他出席一下 你像我没有其他会议 时间正好对得上 但我不清楚那个专案的情况 不是还有一小时吗 会议之后现在看哪来得及呀 先把音乐关掉 会议之后这样看来不及啦 要看多大啦 实在哟 发现J他们在讲Nick的坏话 我就叫他们不要再说了 什么 你今天叫他们闭嘴 呃 用字没那么强硬的意思 差不多吧 他们什么反应 一开始很错 看了我眼然后继续聊天 继续聊天 根本没打算理我 我觉得被小看了呢 我有这么弱吗 你好可爱啊 因为你是新人吧 他们大概也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 还冲击三观气死我了 吵架 为什么 嗯 诶 刚刚不是讲完了吗 唉 重宏和J在一来一往 有些同事的Nick的态度很不应该重宏觉得不对 但其他人坚持是内自己 问题他们没有关系 重宏赢了吗 在这场截斗中胜出吗 嗯 至少他没输 深赞 真是个勇敢的孩子 不错不错 嗯 我也觉得很棒 唉 想一下哦 他在犹豫的时候 错过了接入了时机 所以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回到了座位 询问想法 那谁为什么犹豫了 本来就不擅长应付冲突那种人 假装是在公司不知不觉有很多故技就变成那样了 啊 我要去被抓去开会了 站立下巴巴 巴巴 巴巴巴巴巴 线上插水间 唉 星期一好忧郁到 感觉中午没休息到 好希望今天还是星期六 呀 今天是星期六 哈哈 唉 我明天要跟你开会 最近跟大家讲话 问上去才回去 想到就累 我早就说他很怪 帮你说话 之前那间合作过他没什么问题啊 人也不错 会变得 未缩 或忧郁 难道不是因为最近办公室对他态度不好的关系吗 有吗 哪有 如果你是办公室知道那个有艾滋之后 的事 这也不能怪大家 大家生活上小心点也没错啊 虽然我本身并没有奇异是艾滋病 但你们也看到他表现出来的情况之内 我还能说什么 HIV也是有没有打算跟妈妈说 有 我有在想这些事 我还是会打算跟他们知道 但是只是有点担心他们的反应 担心他们没办法接受吗 我觉得他们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调试后就没事了 你对他们很有信心 但我们不一样 他们比较相信你 一直都比较接受你的意见 只要我有点想我就被当作当 就被当成在顶嘴 平常小时没法沟通 我跟人HIV这种大事 爸妈还有可能坐下安静听我说吗 你跟爸妈好好说就行了 别跟他们吵 我没跟他们吵 他们每次讲话都那个样子 问题在这里 你现在的 你现在和他们的沟通方式 本来就很容易引起冲突 你们感情好 你待会儿帮我们说话 唉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激动 刚刚那些话真的这么想吗 如果是这样显然你和 咦 哦 QQ 如果这样显然你和我对事情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你可能没发现 但我现在对于夹在你和爸妈之间的事情已经开始感觉的烦了 你们的事自己搞定吧 QQ QQ 你一看 好看 这是哪里 今天帮我在办公室附近照的 那时候觉得他妹就想拍一下给你看 拍得很好耶 看能有这方面才能 我以后想转行 说不定可以考虑 摄影 谢谢 谢我什么 谢谢你之前被我聊天 平常大家看我光线外力的外表 有些话很难对别人说 我那些想法很容易会被当 被认为再无病呻吟 这世界上谁没有一点困难 别人没有经历过你的生命 又有什么立场 凭在你困难的大小呢 谢谢 谢谢你这些话对我很重要 哇 你好nice喔其实 好 来看一下 4小时的丰富写作成果 到底为什么要读研究所 我也这么觉得 好 再来让爱发生 爱滋预防药 担心爱滋可以 在七十二小时内前往医院 有医生开了一批 一批 哦 有心事可以聊聊啊 都说看见不正确的事应该制止 真正遇到之后才发现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今天应该结束了 你又吃掉了一罐哦 以前不敢奢望 但回头看自己觉得真傻 有人能一起聊天 能说出心底那些念头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我决定先发一条经典闻 诶等一下 有没有 Jesse以后我再发这个感觉就 呜 语音认识这么久 仿佛最近才认识真正的你 开心 Dadeline 昨天你要的东西 抱歉 你要的东西昨天忘记给你了 我刚才把邮件寄给你了 你再看一下 好哦 谢啦 我收一下 昨天太忙了 不小心忘记了 没拖到你进度吧 没有 昨天部长突然叫我去代替 司鹏开会 下午的三点手瞬间申发 傅司鹏 我记得他只带是部长 怎么会是你去开会呢 点点点 我太天真了 早该想到部长是在推脱的工作 部长平常没在关心我们的工作状况 突然让他去开会 他只会 我是谁我在哪 当然想找别人带家去开会哦 他还叫了一份超详细的会就给他 只是他把名词解释列在附入给他参考 不气不气 你等一下喝什么饮料可以想想 诶 等一下要订饮料你可以想想喝什么 平复一下心情 真的 生气就是要喝一点 你们记得有看到Nick吗 没特别注意 好像没有 你找他 没有 我只是我们之前会在差不多时间去点点心去觅食 今天没遇到而已 他之前想吃的巧克力饼也补货了 我去跟他说 Nick最近好像很少开会了 即使会议他都没得出席 是植物变动吗 但我记得他做得不错 应该不需要换才对啊 不知道 咦 那桌子有这么干净吗 难道他又换位子了 我去确认一下 他感觉被被迫辞职 哈喽大家 今天部长要请大家 大家吃不回聚餐 请大家在下五点前挑出想吃的套餐 视讯跟我说 明天中午餐厅会送来 谢谢 呃 沉默 谢谢部长 立刻来看看要吃什么 好多要选择困难症 哈哈 大家要从红框里面来选吧 啊 只能选一个星星哦 讨厌 讨厌 部长你好讨厌 大家请客来这么小气 等一下哦 看一下哦 我记得有 有什么成就 哦 还有鬼屋 哎 比较小踏上回家的旅程 感觉成就好难 那个离职 你确定 确定我刚才 特别跑去 上边问 那也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上班 人事有说你为什么离职吗 说是生涯规划 哼 那就不是生涯规划了 可能是压力太大吧 最近因为HIV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我也这么觉得 哎 怎么说回家 爸妈很久没看到你了 不想上班 还不确定 等着大家在跟你们说 你这是什么态度 回个家还要父母三岁四寝 这跟我朋友有什么关系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家一直比较不累吗 回家对你来说 为什么这么困难 为什么不回家 我还没准备好 回家也要准备什么 我 有件事要告诉你们 我感染了艾滋病毒 你感染了艾滋 对 你不要跟妈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我真的感染了HIV HIV是什么 就是艾滋病毒 怎么会这样 这么严重 是为什么现在才跟爸妈说 为什么会 得到艾滋病 当然HIV并不等于感染 并不等于艾滋病 我现在只要按时吃药控制就好 我会影响生活 要控制到什么时候 我等下记忆一下下边的资料给你们看 你们先看看 了解一下 嗨 你像我那个这么好的人 根本就没做什么事不是吗 我刚才还特别去查艾滋 你明明什么这样帮助传染的可能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如果我当初再多做一点什么 不是你一个人问题 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我们都可以算是沉默的帮凶 不是 你们不一样吧 一样的吧 我们冲前来时 在无关痛痒的时候 然后呢喃两声 然后安慰自己这样 算有在适者阻止 好吧 或许我只是在生自己的气 毕竟学校毕业来这里 找到第一份工作 我以为我已经变成大人了 结果发生自己还是那样无力 还是被周围的人推来推去 以前我会抱怨大人 大声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和理想 我们的社会才会这样 结果我自己 好像就是以前 我自己对比是平庸的样子 如果说你好 现在你可能不相信 那我跟你说 你并没有比大多数人差劲 你这样你可能 可以感觉好一点吗 因为人家发生好怪 谢谢 我应该睡一觉就好了 各位我想离职 这么突然 你说说有什么刺激 就这个世界就刺激 没有啦 我已经想了一阵子 我在这里三年了 如果继续待着 感觉也会有 也会这个样下去 没什么变化 没有生气管道 会发展路线吗 这里就我跟店长 是要省去哪里 你离职后早上干嘛 有想好 有想好了吗 还没思考 还在思考 虽然我之前也经常裸辞 但有时候会变成一项极限运动 你还是想好好地再想一下 你什么时候得艾滋的 怎么会得病 为什么现在才跟妈妈说 我们家怎么会这样 竟然有艾滋 不用太担心 有药物可以控制我 我看过医生只是感染 HIV没有发病 目前吃药控制身体量的病毒量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保证不会发病吗 西医就是已毒攻毒 身体长期怎么会好 身体呢 这些都是正规的治疗方式 怎么会这样 等一下哦 我当然要做事 所以是因为这样才不愿意回家嘛 因为你有HIV 就算我没说出来 还是会觉得不自在 好像我揣着一个随时会被看不不看的秘密 虽然我照HIV并不是什么见不动人的事情 难怪 我记得你原本对家里没那么抗拒 这么明显吗 在我看来稍微明显 你不惊讶吗 知道我感染HIV 惊讶 可能跟爸妈比起来 显得很不惊讶而已 你有什么想法吗 关于我HIV这件事情 哎 你好像已经问过了呢 目前我也不清楚 我了解的资讯不够 需要看一下相关的资料 除了以前上学时模糊的艾滋病介绍 我从来没想过要了解它 你有事要换出去就好 走停休息吧 不然不要熬夜了 你不是有问过 你是不是忘记了解 那不是那个让爱发生 然后你把它负责贴上 好 等一下 我要看一下哦 买个衣服 一个不文 差点把它试一件装烂 看一下哦 终于要变成NPC店员了吗 哇 已经这么久了吗 扶不起的啊 最近那个 采用金刚刚他每次活的时候好笑 充电 tomorrow 主观请客 我们点餐前呢 居然抢先规定只能点最便宜的 就算不说 我们也不会指点贵的好吗 好坏 超尴尬的 我也怎么觉得 我还想在意NIC的事情 怎么回事 在意什么 我一直都不是特别勇敢的人 以前我可以不去想这件事情 但NIC的事情 让我不得不面对自己 从恒在公司指示 连适用期都还没过的新人 他都敢听NIC说话 结果我只敢在旁边看 像个共犯一样 你什么时候是共犯了 你从来没霸凌他不是吗 在该说话的时候保持什么 难道不是够分吗 我有努力过 但我只能做到看到NIC在NIC的时候对他微笑 然后在点心柜补充他觉得好吃的饼干 但这些都是没意义的小事 你对自己太严格了 不是说我们做得非常好 但你要记得自己只是普通人 谁都有压力和恐惧 如果有下次 我们就再做得更好 这是在自己顺便自己吗 我也不可能吧 我也没有明确地为他挺身而出 那个大概已经不想再跟我们有瓜葛了 那个大概已经不想再跟我们有瓜葛了吧 你努力了不要再自责了 我认识了你是个很好的人 朱祺心情好像很好哦 发生什么事吗 哈哈有吗 好像有今天心情也不错 疑问发生什么好事吗 为什么大家那么开心 哈哈没有了 因为NIC辞职对不对 喝 这么巧你也告诉大家就心情好 他的话午餐谁想一起顶外送 我今天忘带便当 加加 加一些些 哈 好坏哦你们 有件事还是要跟你说一下什么事 原本我也不想多管 但真的很怕小朋友以后会吃亏 等一下哦 你是小姐 不你没有东西 好那我随意了 你们家那个从容最近状况好像不太好 刚才在茶水间问几个同事把逼得是不是很开心 前天也和同事起冲突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我也我们也不会看他计较这种小事 但他这样有点阴阳怪切的说方式在工作场上其实真的不太好 以后遇到不像我们办公室这么好的气氛 重合会比较辛苦一点 你是他的manager 我想还是跟你说一声 虽然刚进职场环境 有些地方还是要提点一下比较好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谢谢告知 小事了不用谢 大家一起工作都是想把事情做好 跟你说一声而已 过分 在外面要勤洗手 不要随便摸脸眼睛鼻子嘴巴 生命抵抗 你第一很容易感染有的没有的 我没有感冒啊 你不是艾滋病吗 我只是感染HIV没有发病 就算我是艾滋病患 也不要这样说 很伤人哪里伤人 有病就是有病 敢做就要敢当 敢做敢当 活之后了什么 你自己心知肚明 在外面生活 如果不是不小心 会把好好的身体搞成这样吗 我们从小到大 不是这样教的 你们的意思是 我是个失败瓶 爸爸妈妈没有这么说 没这么说 就是这个意思吧 注意你的态度 我要再反抗 你们才要注意你们的态度 这是你对父母说话的方式吗 爸爸你少说两句 小孩都生这种病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养病 忏悔改喻 我就再说一句 为什么不能跟你姐姐学习 你看你姐姐 有哪次 有哪次像你这样对父母 没在买下无理去脑 停 不要再拿我做比照 我真的很受不了 你们就不能自己好好沟通吗 到底干我什么事 为什么一直把我牵扯进来 什么叫做干你什么事 我不是别人是家人 我认识的朋友里就没有像你们这样失败的服务 就没有 等一下 我认识的朋友里就没有像我们这样失败的服务 所以你也知道你很失败是吗 呵呵 怎么小孩都变成这样 怎么划不出来 你剪一点头发和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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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回家来 是家人头发 为什么 我要拿去天兽工 你最近用事态差 怎么会得 哎 竟然会得什么艾滋 天兽工那是什么 我认识的师傅开的很灵 妈妈你哪里认识的师傅 我自由管道 我朋友很多 你不知道 你状态不好 又没吃营养 免疫力低下 才会带一只 好好的一个小孩变成这样 不要 我感染的小孩 根本跟运势没有关系 不要贴持 很多事情明明中有定数 呃 不然为什么会穿这样 从小到大好好的 现在突然毁了 没有毁 我很好 现在情况都在控制中 总之你 快很快把东西寄回家 妈妈帮你拿去处理 呃 这个不是之前已经发过 这些错误了 HIV才不会从马桶传 也不是私生混乱的人 才会感染艾滋 相关资料 我之前有传到群主 忘记的可以再参考一下 嘿妹嘿妹 嘿妹嘿妹 过分 我都用了一些春联 要吗 你们 要 好啊 给我 给我 加一 我 我也要 OK 他话说你很可爱 我一定要偷看一下 看一下哦 这种东西有这个蛮有趣的 跳跃的 跳跃能将结石给正列 是有困难的 所以应该说很难 但是每日多跳跳神对身体是好的 对我们要理解这个就在讲干话 那再来呢 那再来呢 看看啦 OK之后隔天啦 充电 也不知道总共有几天 也不知道总共有几天 我不想让他略过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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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联络到Nick了 我也还以为他不想再和我们有联络 他还好吗 当然不好 有谁遇到这些事呢 好起来 不过同样的问题我也问Nick 天 他大概觉得很无言吧 Nick现在在做什么 找尽工作 没有 他说他这次太累了 应该会先休息一下 Nick没多休 但公司的事明显对他影响不小 希望他以后不会再遇到这种事情 对啊 只能祝福他 在外面说 遇到不良分子 记得保持距离 君子力是要结成字号 谨慎挑选同伴 我问得多好 他们没有问题 猖拒责民 一个人挑选的同伴 会影响生活轨迹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一个好好的年轻人 从家里出去 结果把自己照顾成艾滋 开口喉声说自己没问题 你像父母怎么想好好反省一下 呃 呵呵 全台有雨 注意保暖 记得雨伞吧吗 上次姐传的那些HIV资讯 你们看了吗 看起来就是没看 要去哪 去鬼屋 哎游乐场 八楼 等一下哦 游乐场 去呀 能不去吗 去 好啊 不过你怎么想去游乐场 也不算突然 就是最近偶尔会 偶尔会想起小时候去游乐场的时候 那种纯粹的快乐 想再去感受一下 那你再跟我说时间 OK 游乐场 游乐场 游乐 游乐场 我爱工作干员工餐 员工餐做快乐 好看起来好好吃啊 这样的员工餐我也会快乐的 现在1月13号 洗衣经好香好浓好用 喝还是不喝呢 这是个问题 至上堪虑 北七要不要真的喝 你喜欢这牌味道吗 飞迪斯金鱼 活动结束啰 点赞 点赞 没人 没人让你在这里不受伤害 千亿大概没什么用了 只希望你以后能够开心一点 多一点歧视 对不起 烟刀过来了 小一点歧视 多一点知识 QQ 活动结束了 终于怎么美金打赛 没准备奖金 对啊 分享顺美打标 算了 没关系 你之前也不因为我一定要分享 现在怎么又是没关系了 我还能怎样 我也不想直接跟你们说 就是因为也太费 我就领不到奖金吗 我才领不到奖金吗 你现在不就说出来吗 太心痛 原来我们的友情这么虚伪 不 你们的友情不是虚伪 那是友情太赞 才可以这样子讲话 我们先看一下吧 这个是知识 艾滋 治疗者的预防 那说实在话 就是当艾滋感染者 接受治疗 稳定控制病毒量 那病毒就不会再传递出去 当然也是一种 疾病预防方式 因此若怀疑自己有风险 尽快筛减接受治疗 除了保护自己也不会发病 也成为终止艾滋病毒 传递前线勇士 传递前线勇士 哎 看一下哦 妈妈想了很久 这个家真的有这么不好吗 爸爸妈妈对你们还不够好吗 身为母亲真的很心酸 沟通问题 在这个家 我有时候觉得很孤单 不被理解 好像我说出来的话 很少被你和爸听见 怎么会 爸爸妈哪次没听你说话 不能因为你的想法没被接受 就觉得别人没有听 我没有 我的意思是 我的想法跟感受 都没有被尊重 你如果跟姐姐一样 好想骂脏话哦 你如果跟你姐姐一样 能把事情处理好 爸妈当然会尊重 但你现在做事 每个当然的样子 家也不回 对父母爱离不离 还有爱之 爸妈从小不是这样教你的 姐姐是姐姐 我是我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变成对方的样子 要跟好的榜样学习 你们的期待让我喘不过气 你如果你们想要一个 跟姐姐一样好 而且没有过 没有过 HIV的干净的小孩 我真的办不到 妈妈没有这样说 妈妈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 多喜欢真正的我一点呢 我现在想想 他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上面一点 他就像平常的聊天 他就直接跳过去 没办呢 真正没办 我觉得要先撑到 撑到过年完再辞职好了 这你决心要辞职了吗 其实没有 不过我会先 找新的机会开始吧 我才二十几岁 应该把我时间多多看看 多看看 有想好就好 没想好我陪你啊 你陪什么 宵夜 可 果然有事你就会出现 那彩虹家真的好可爱哦 开心 应该又隔天了 诶 你吃晚了耶 酸黄瓜 病毒不挑人传递 不论性别 性行为方式 性倾向 跟黄龙生活模式 所以无论你是谁 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 只要有过性行为 一辈子至少要做过一丝 筷子筛检哦 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拥有更亲密的日常 更不该因为谁 有什么疾病 而对此带有偏见 诶 你们是不是去玩 竟然偷偷偷去玩 线上找罚 开心得意 天 大家 过年要不要注意一下 年假应该比较多人有空吧 你什么时候 有了你过年比较闲的错觉 我是蛮闲 啊 你走开 别让我嫉妒 好啊 什么时候 我先看大家有没有意愿 时间倒在说 直接办个投票吧 好 不管一定要让我参加 好可爱 这是什么 爸妈自己在 爸妈自己在看HIV的介绍 为什么他们怎么突然心情大变 有妈我倒是没有很意味 毕竟自己小孩的事 冲击过后 该知道的还是会想办法了解 我知道 只是他们之前说的那些话还是很伤人 我们家互相 我们家的相处方式互相伤害的部分可不少 这是他们开始了解HIV 也是你劝的吗 没有 我之前说过 我不想夹在你们中间了 很烦 真的很烦 这是爸妈自己要看的 我只是帮他们打开相关网页 网站而已 还是卸了 不客气 过年给我红包就好 两碗都不去抢 你还是我姐 要也是你给我红包才对吧 呵呵呵 哎呀 好可爱啊 小东西真的还挺多的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连展恰弹中西西西 这也太胡了 你要长来马赛克 这是因为不可以被发现啊 不过也蛮有趣的 你要长来马赛克吗 郑姐有什么安排吗 会回老家一趟 你呢 没什么活动 我爸妈出去玩半个月 太久了 我不跟 我还是上班 可惜 你们家都会这样一起出去玩吗 真好 如果在我们家 可能一路上大家都在吵架 我跟我爸妈是还不错 不过有些事还是没有跟他们说 到他们到现在还以为 我工作稳定 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你的心事为什么不跟他们说 谁知道呢 可能不忍心破坏他们心中 心目中的我吧 也可能是不是不忍心 就只是不敢而已 不知道如果打碎 他们都有期待 那我在他们心里还剩下什么 说不定他们会觉得 我有了现在的生活 却还在伤春悲秋 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我不觉得你可笑 我知道 原理在也真的很好 好吧 见你过年要回家 我们就之后再碰面 但如果你改变主意 随时欢迎随时跟我说 你要返乡我知道 所以没有办法 我说我要返乡我知道 我为了要成就 我只能返乡 对不起 我又是被成就 帮助的女人 年轻财买 等一下哦 这个好了 长这么大才发现 有兄弟没时间很棒的事情 返乡潮 哎呀 各位 我要趁着人类返乡狂潮 还没出现时 先走一步了 你们好自为之 返乡潮真的是噩梦 一问为何 等一下 现在才几号 你就要回家 对啊 过年今天不用排班吗 餐厅 那时候不是最忙吗 不管我就醒家 不愧是你垃圾 好好说话警告你 是 我说这个 不愧是你垃圾袋 并没有比较好 垃圾袋是我家 并不是我 你车还没来吗 快上车 对对快啊 等一下 车是什么 垃圾车吗 过年什么时候回家 明天回家 我妈有收票了 好 要不要帮我去车上载你 好 谢谢 我等一下跟你们说 倒战时间 出门要回围巾 外套要扣 外套要扣好拉链 拉好很冷 不要感冒 裤子最好穿两条袜子也是 这才典型啊 爸妈的典型 年关将至最后重刺 没有人会自愿获得任何疾病啊 对啊 艾滋因为早期的污名花各种刻板印象 所以 哇 相较于其他病患 相较于其他疾病的患者或感染者 在生活上较容易受到歧视与不平等对待 一同关注于创意疾病平权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友善 充电 耶 你要回家了 诶 怎么突变呢 诶 诶 好用心哦 我以为他就随随便便 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家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回家变成一件有压力的事 每次一想 总觉得有点感伤 重新修补和父母的关系或许不容易 但值得一试 JC虽然对不能一起在年假期间打发时间感到遗憾 但很快就约定了年后的碰面 他给我之前一起去游乐园时拿的吊饰 并约定了年后的见面 哎呦 怎么在这种奇怪的地方 这么的 用心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争吵 有欢笑 也有互相理解的温暖 告诉爸妈 我是HIV感染者 并不是像容易的决定 说出来后 却意外的轻松 我希望他们了解真实的我 或许距离和爸妈 完全和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他们的爱确实存在 现在我要回家了 哦所以就是到过年就对了 所以这些好难过啊 哇 哇塞 所以我破了一个结局 但是好像又没有破 还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玩啊 哇 哇塞 我到底是 好啦不管 既然破了个结局 就先这样吧 我相信其他 应该最主要 这一个游戏还是对于 呃 艾滋病的一定的 介绍 然后一些科普 我们再重新看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 让爱发生 总共有十篇贴文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啦 首先呢 就是HIV跟AIDS是不同的 那HIV是艾滋病毒 AIDS是艾滋病 那感染艾滋病毒的人 若经过治疗抑制体内病毒量 就一辈子不会艾滋病病发 所以艾滋病 哎 感染艾滋病毒的朋友 要称为艾滋感染者 而非患者哦 患者是艾滋病 那再来 You and you 这就是证明是说 如果血液中的病毒量 能持续六个月以上控制在测不到状态时 就不会传递艾滋病毒 那只要适当的运用 只要适当的用药 和妥善医疗照护 就能控制HIV 并防止传染 让我们一起支持HIV感染者 建构没有污名与歧视的世界 那再来 艾滋病房四的重点 1. 信息为全程使用保险套 2. 使用PREP暴露前预防性同药 或PEP暴露后预防性同药 3. 定期做筛检 确认自己与伴侣健康状况 4. 感染者积极接受治疗 病毒量达到U&U 测不到就传不掉咯 艾滋怎么传染 那他前面其实也有提到 他主要呢 艾滋病毒 艾滋病病毒是透过与 艾滋传染者的体液交换来传递 且需要高病毒含量 上位U&U的体液 乳、血液、精液、前列腺液 阴道分泌物等 也就是说 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体液交换 只有性行为与功用针头 空气不会传染 接触不会感染 传染 甚至脱衣中也几乎不含艾滋病毒 请与身边的艾滋感染者亲友们 一如既往地相处吧 迷思 与感染者共用医疗器材会传染吗 那因为台湾到绝大多数的医疗器材都是抛弃室 或者在使用之间会经过正确程序消毒 如果消毒与保护方式正确 不会因此感染其他疾病 当然也不会感染艾滋啊 艾滋已是慢性病 是 台湾已有近八成感染者 跟其他慢性病患者一样 每天服用一颗治疗药物 就能稳定控制体内病毒量 这样一来 艾滋病毒不但不会成为 这样一来 艾滋病毒不但不会发展成艾滋病 健康和日常生活与感染前相同就对在 那这是前面有提到过的预防药 就是一个是暴露前预防性同药 一个是暴露后预防性同药 那再来艾滋 治疗就等于预防 那它后面其实写的吧 TASP 它其实在讲的就是治疗等于预防 TREATMENT OF PREVENTION 为什么它要简写成这样呢 我不懂 不过没有开心 它就是越远越的延伸概念 那当艾滋感染者接受治疗 稳定控制病毒量达到U&U 那这个病毒当然就不会再被传染出去 当然也是一种疾病预防方式 因此若怀疑自己有风险 尽快筛减接受治疗 除了保护自己不会发病 也成为争指艾滋病毒产地的前线勇士 只有点点点会感染艾滋 病毒不挑人产地 不挑性别 性行为方式 性形象 更谎论生活方式 所以无论你是谁 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只要有过性行为 一辈子至少要做一次的艾滋筛减 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永远更亲密的日常 更不该因为谁有什么疾病 而对此带有偏见 没有人该为得到一种疾病而被歧视 因为没有人愿意自愿获得任何疾病 然而艾滋因为早期的污名化 以及各式刻板印象偏见 相较其他疾病的患者或感染者 在生活上较容易受到歧视 与不提名等待遇 一同关注于倡议疾病平权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对不起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友善 我竟然最后还念错了 撇嘴了 对结论呢 就是这样 OK啦 那不论怎么样 这个爱说不说就到这吧 就是一个 跟大家讲艾滋病的一个小游戏 yes 虽然有点沉重 不过就如此吧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 这里是有时候前不想上班 谢谢你今天的观看 谢谢